《救恩的领受》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 救恩的领受 悔改认罪相信受尽 悔改在圣经里面讲了一百次以上 所以它在圣经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 它是主耶稣先锋施洗约翰讲道的题目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你们应当悔改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时 他第一篇讲的道就是关于悔改的讯息 就是那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当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时 他吩咐他们要传悔改的信息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五行前那天 教会所传的第一篇信息 也就是悔改的道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我们今天讲到悔改 悔改不是后悔 有些人以为悔改的意思就是后悔 但是圣经里面的悔改 不是后悔 许多人常常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感到后悔、烦恼、忧愁 甚至有时候会流泪、哀哭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今天为什么又喝醉了 我为什么又恕醉了 我说好不要再这样子 出去熬夜出去玩耍 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 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 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世俗的后悔不但不是悔改 而且他常常阻拦了真正的悔改 悔改不是改好 人总是讲 从前我做错了 所以应该改过自新 应该做好事才能得救 人以为自己总得做一些事情 有一点好行为 就是这个做这个字 把圣经里面的悔改委屈了 变作我们的悔改 神的救恩根本就是要 把我们天然的生命致死 而不是要把天然的生命改好 悔改的字意 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心思的转变 这个心思是从人里面 发出思想的机关 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 不是改行为 是改思想 悔是心思的改 改也是心思的改 悔跟改都不是行为上面的 一点没有行为的意思 都没有行为的意思 当然真正的悔改 必定会导致行为上的改变 但是那是伴随着悔改 而有的现象 并不是悔改的本身 所以凡是真实的相信 必然有悔改 当悔改信福音 这一个我们看见 悔改在先 相信在后 要信福音就必须悔改 不悔改就不能信 凡不悔改的信 就不是真正的相信 真的相信 定的规矩就是先悔改而后信 没有一个真实的相信 前面是没有悔改的 同样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 后面是没有相信的 有相信就证明有悔改 有悔改就必定有相信 这两者是紧紧相连的 不是有这个或者是有那个 不是说我信了就好 但是没有悔改 或者是我悔改了 但是我还没有相信 这里讲的悔改就是 我悔改了 我要把我的生命转向神 而不是戒掉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做好事 我们的悔改是 主啊我向你真心悔改 我得罪了你 也得罪了自己 求你赦免我 今天求你来我们的心中 作为我的救主 我要悔改 转向你 这个就是悔改 其他的耶稣基督的救恩 可以把我们整个人 过去的老我 自死而焕然一新 得到了重生 又无了新的生命 旧事已过都变新的了 这就是悔改 此人 自己温暴 之后 有不想 排阅 在这一核 这一核 里面 这一核 这一核